大家好 欢迎来到迈活fit出品的大麦健身哨 你大麦哥友来了 今天是2021年2月8号 今天咱们看看健美健身圈 有什么大事 首先咱们关注一张照片 七级奥赛冠军菲尔西斯 在2020年奥赛取得了第三名之后 他准备退休 但是他这个眼神好像有些不对劲 他难道能放弃吗 你看他的眼神 这个嘴 这个牙 这个鼻子这个眼睛 我的天哪 这菲尔西斯最新的状态表明 他没有放弃 他准备在另一个领域重新回来 而最近杰卡特相当低调 到底杰卡特怀孕怀孕 他媳妇现在还不得而知 但是看以前的照片 杰卡特可以说是相当地强大 我看杰卡特真是老来能得子 其实我个人还喜欢健美运动员 不上游的情景 为什么不上游 更能体现出健美运动员的实力 上了游 你看看 上了游 感觉好像在台上 有些水肿糊 当然这个健美比赛 可以说台上一锤的买卖 台下十年功 台上是两分钟 但是杰卡特这个大塞帮子 我觉得特喜欢 我特别喜欢大塞帮的男人 你看大塞帮子有好几个 你不是像那个汤姆普拉茨 就是大塞帮子 李普瑞斯特是小塞帮子 你看这杰卡特瘦的时候 你看这照片 你看这还不觉得 但是该是posting的时候 已经成那样了 是不是 你看其他运动员 哪有这个大塞帮子呀 哎呀 这杠特也是啊 我的天哪 这杠特的下巴 下巴有点紧 而旁边的罗尼库曼 当时显得非常年轻 显得还有一些小坏坏呀 而这时候 我看到了一个老人 一个老人谁呀 这个老人已经退休了 这个老人已经没落了 这个老人已经在家 看孩子了 他的媳妇特别好看 这个老人就是 德国的著名大将 马库斯 他马库斯 怎么你说说 哎呀 他好像已经都变形了 他脸呢 有些脱象 这到底怎么回事 马库斯 他一年就只有这么大 长得有些像 赛迪克呀 你别看马库斯 年轻的时候人 马库斯进步非常快 这2000年 才练了几年呀 一下一名精人 拿了一个奥赛的第七名 十寸马库斯是真踏踏 但是你说好看吗 那是真不好看 接下来 他好看还得说 我们的澳洲小李子 澳洲小李子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健美传奇 他现在 他天天在澳洲待着 我觉得有点亏了 哪有点亏了 对于这么一个世界性的传奇 他怎么能就是本地化呢 这是不行的 小李子 你一定要坚强 小李子 你一定要李坚强 大家知道 小李子在前一段时间 找了自己新的男友 组建了自己新的家庭 难道这是老婆孩子 热看头了吗 我我我我 我我也不相信 这眼前的事实 接下来 我们的超大尺寸的罗里温克拉 亮出了自己的状态 罗里温克拉 你别看他 也是属于大块头 这个整个啊 整个这个在台上的感觉呢 又真有点像那个 打打打打了激素的大牛 这个你看看他和当年的 大拉米 当年还是个小伙子 而罗里温克拉当时已经出名了 这罗里温克拉在台上展示 你看看这都是什么人呢 哎呦 你看左边 左边是谁 左边是 罗里温克拉当时 罗里温克拉当时 这可相当厉害啊啊 接下来咱们看这几场比赛 几场比赛可能大家都不关注 为什么你看这比赛 可以说人最近的比赛 人头传动啊 在美国本地赛都已经这样了 还不带口证 都想啥呢 都想啥呢 2021年我们的 克里斯库尔 也有自己的比赛 他他已经在崛起了吗 克里斯库尔 我觉得印象特别的深 为什么呢 他是几元大将的这个教练 你比如说 克里斯库尔前两年啊 就是去年 训练那谁啊 大黑鹅的爱石利 还有那个之前 陈康到了之后 也跟陈康练了一段时间 还有那个 欧里巴尔士 对不对 欧里巴尔士 也练了一段时间 没有想到 印度还有健美比赛 你看印度健美比赛 台上他不是黑的 他是什么 他是金的 台上都是啥子 啥小金子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陈康最新状态 我的天哪 陈康 他外号 AKA 这个名字相当的硬朗 那陈康在2018年 人就参赛了 你参赛几个第一 我的天哪 两个第二 一个第一 人家取得 MuscleContent 87的第一 人家取得 斐机的第二 人家取得 新西兰的第二名 我的天哪 这造就了 这个一代巨星的崛起 再看我们陈康的职业卡 那是保存的非常好 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2019年 人就来了一张 2020年 人又来了一张 2021年 你再看看 人家的职业卡 相当的绿色 相当的好看 上面签了一个大名 什么 陈康 陈康代表着阳刚 代表了帅气 代表了希望 代表着年轻和力量 加油陈康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 陆存辉 陆存辉 他亮起了 手边肌肉 我的天哪 这个创意是太好了 这是啥意思 我算没看懂 接下来再看一下 陆存辉 其他的几张照片 陆存辉 他亮出了自己 闭眼的照片 我的天哪 他享受着 他享受着阳光 他享受着空气 享受着自由 我的天哪 陆存辉 你加油 接下来陆存辉 展示了桌内策展 哎呀 陆存辉 这策展相当的不错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 哎呀 我不知道说什么了 说什么都不能足以表达 我对陆存辉的赞许和欣赏 这个小伙子 一米八八 跟我一样高 真是太棒了 陆存辉 他又亮出了自己低头的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显示着非常的阳光 非常的雄伟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亚洲极入舞者之一的刘翔 他是一个真实而勇敢的人 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写道 自然和非自然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是相当的敏感 但是刘翔敢于面对这个话题 他写道 首先我们都是贱美和贱 忠实粉丝和推广者 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热爱贱美 也很多人以此为生 更有很多人为贱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他还写道 可能你的偶像是阿诺赞恩或者罗尼西斯 偶像的力量是非常强大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份力量指引着我们前进 就像一盏明灯 他接着写道 很不幸的是健美指的是人体肌肉的建设 我们需要突破人体的生理极限 来达到更夸张的肌肉量 而做出更具有晋级状态的肌肉质感 他说的一点没错 他接着写道 如果你只是一味想要减减肥 或者只是想要连一点小肌肉 有一点小腹肌 来聊聊妹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你可以拥有比普通人更健康的身体状况 这是健身强健体魄 仅此而已 不要拿这个和健美作对比 这说的太好了 可以说是一语道破天机呀 接下来健美训练 当你肩上扛了300公斤的杠铃 做深蹲的时候 当你握腿180公斤的时候 这是已经和健康 是背道而驰了 但是 这是我们健美人的梦想 我们就是要通过健美 让自己精神富足 我们健美人每天也在努力赚钱 努力训练 刻苦 做的隐私 我们都是一群可爱的人 都在传递着正能量 太激动太激动 这个可以说是写的太好了 他真的是太勇敢了 那么可以说是 希望咱们的观众和健美健身爱好者 都去那里看一看 这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 什么呀 为真不破呀 是不是 你再看这个阿博迪悟 这样淡泵哥 对不对 人家笑话Nik 你说人家招谁惹谁了 人家笑话Nik 人家睡得好好的 人睡觉里还乐呢 人家招谁惹谁了 这俩人 我估计这俩人呢 是 小打架是 大炒作 是不是得有这意思 目的就是要把 Nik炒火炒红 炒红之后 加入一个大厂 这个产品可以说是大卖 对不对 我说的没错吧 接下来咱们回到哈迪库班 哈迪库班呢 在奥赛之后回到了伊朗 今天的成绩呢 还是可以 但是哈迪库班呢 平时呢 除了训练之外 还有一个爱好 什么爱好 骑摩托车 这小伙子喜欢摩托车 我已经知道很久了 这要在这骑摩托车 平时训练的时候 是不是在站在这个凳子上 这个测评举 这个做个佛撑之类的 把脚伸起 一子一子板 你看这哈迪库班 玩的东西 可不是花拳绣腿啊 人玩的东西都是爷们的东西啊 你在看 你在看那个年轻的时候 哈迪库班那个发型 发型 你说啪一下 这波子郎啊 就是这么来的 而接下来凯格林 凯格林怎么了 嘿 凯格林出事了 出啥事了 要干大事 要干啥呀 你看着 嘿 自己弄了个演播室 要凯格林瘦啊 大家知道凯格林本身 他有一个瘦 要搞podcast 现在 现在谁都要搞podcast 你看这是澳洲的澳洲的麦克风 卖多少钱 这个麦克风不错 推荐给大家 这个在澳洲才卖130多块钱啊 所以你要搞这个podcast 这个麦克风 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这个牌子本身就是made in Australia 然后呢 他还生产这个直播podcast 这个直播 类似于直播控制器 我觉得那控制器也不错啊 但挺贵的那控制器 一下能接 是几个人 四到六个人 是吧 我推荐给大家啊 重申一下 这不是赞助啊 人家没过钱 你大美哥还是穷哈哈的 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啊 安德烈 安德烈啊 最近跟这个 哈迪顾班俩人配套 那进行这个 他师傅啊 哈迪营养品的 这么一个调配工作 在独拜呢 还是没有走啊 这独拜真是 高楼林立啊 空气也好啊 这里大高楼 上面扔一花盆 框踢一下 这下边运动员都遭殃了啊 你看看 哎呦 这个安德烈很少 看见这个拿这个锤子砸 砸轮胎啊 嘿 这个这个让我想起谁 让我想起了 赛吉干过这事啊 还有几个人 哎 安德烈现在是越来越成熟啊 这小胡子一流 已经不像当年那个出男了啊 上个月刚过完生日的麦克大力王 今年已经52岁了 这52岁 他你看个像吗 真的不像啊 这像51岁的啊 你看看 接下来这个 曾经在我节目中出现过的 双胞胎的两位啊 这个健身的网红 这俩小伙子我挺喜欢 还有在进步啊 这双胞胎男性的双胞胎健身网红还不多 女性的双胞胎还有啊 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布兰登 这布兰登呢 亮出了自己最新的腿部 在奥赛取得了两届男子健体冠军之后 布兰登没有放弃 他呢 我觉得下一步应该是 跟他媳妇商量一下 今年呢 咱们还不能生孩子 2021年咱们准备一下 2021年咱们奥赛 咱是事不过三好不好 要结婚生孩子造人 你也得来三届 你才行 是不是 那今年我估计他主要目标就是一个字 什么 造人 说起造人想起了跟他情况差不多的费尔兰多叉了 费尔兰多叉了 奥赛的成绩呢 虽然不是很佳 但是在基本上参加本地赛都能来个第一 所以说呢 他今年主要目标呢 就是一个字 啥呀 造人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荷兰的几位选手 这荷兰的这个 荷兰也有一个健身庙啊 胡威廉伯达克加纳有一个健身庙 在荷兰这位啊 这个travel也有一个健身庙 荷兰还有一个小伙子叫Eric 长得有点像这个鱼蓉光 干嘛呢 打拳击打挺好 而且呢 哎 准备参加UFC啊 这小伙子有钱了 也跟一转身那会儿 像不像那谁啊 我的偶像鱼蓉光 你别说啊 我这个人真还跟鱼蓉光有点缘分啊 具体啥缘分 我就不说了啊 我说接下来 哎 这个Ashley亮出了自己的备展啊 Ashley今年呢 准备转212 不管怎么转呢 他这个古典的造型的风格呢 已经是注定了 他注定是一个古典级别的212 接下来来自巴西的 Wellness的 新级别的这么一个职业选手 这位姑娘啊 这位姑娘 他叫Matthew 也是几个孩子他妈了 哎 你别看人家啊 但是人家 这Wellness这个级别 我觉得特别好啊 也是 也是我 你大麦哥特别耐看 你看人家在健身房 穿着这个 肉色的这个紧身的裤子 对不对 你看撩起来之后 哎 你看看 哎 整个的体型 可以说是 一览无余啊 然后 人家又练起了深蹲 这在巴西 Wellness 臀 那是主要的 大肌啊 那是主要的一个 一块肌肉 说起巴西跟健美有很大关系 为什么 你看这个陪练也是个巴西 小伙子 啊 你看那个原来 2018年奥赛 记不记得 2018奥赛 颁奖的那个 那一家人 上来一个 小姑娘 那也是 也是来自巴西 那为什么 他爸找了一个日本女人啊 所以说我感觉呢 在巴西应该有很多的浑血儿啊 接下来咱们来到了女性专场 女性专场 现在可以说是 你看看人家女性专场 这整个肌肉练起来之后 不比男性的差 啊 在哪有区别呢 一个是骨骼方面 和男性有区别 第二呢 就是在某些 啊 器官呢 和男性是有区别的 你看这位 哎 这是男 是男是女啊 实际上我跟大家说 这位选手 他是个男的 这个是韩国选手 为什么感觉都跟女的 知道 我真的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哎 你看看 人家 人家女的照样 人家该男朋友什么的 也都有 你知道我意思吧 所以说什么呀 啊 这不管是男是女 各种运动员 他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对不对 你不能拨到人的权利 对吧 啊 然后接下来 咱们看一下比基尼 那比基尼选手 今年的冠军 詹尼特 可以说是受到 裁判的青睐了 为什么 身材相当的高挑啊 是不是 但你看 如果是比基尼和 平时不训练的这些 呃 可以说是平时 咱们说的妙龄女郎嘛 哎 但感觉你喜欢的 有点腐肌呢 还是有点阳刚的这种呢 但是总体看起来 所以一个男人 你看来看去 啊 我还是喜欢的 没肌肉的啊 但是呢 这个女性有肌肉 是现在一种风潮 慢慢的男性的衰退之后呢 女性的阳刚 就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这以前的咱们人类 不是也是母妻氏族吗 你看那个外星人啊 外星人 我看了几个片子 也外星人也是 这个queen嘛 所以人类从原始社会啊 父母妻氏族 转到父母妻氏族 从父母妻氏族 转到母妻氏族 他有一个爆发点 我觉得这两年呢 可能就是一个爆发点啊 过了2021年 可能我觉得以后 都是男的嫁女的了 啊 女的娶男的 我觉得应该走 这么一个路线才对啊 你看当年 有一位健美选手啊 她那天娜 咱们在台上的时候 你看天娜 从那个台后台走到 前台的时候 就相当的阳刚 相当的那个啥 但是你别看啊 人家股价的 女性一般跨大嘛 当然也有女性跨小了 因为有时候 咱们中国人话说 这个跨小的 不容易生孩子嘛 这位选手就属于 女性的跨小的 但是你远看 她如果是输一个三七分 你还真看不出来 她是男是女啊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刚才说那个 wellness级别呢 这个级别特别好 尤其这个女选手呢 她因为生我孩子嘛 跨很大 所以说呢 她这个女性的特征 非常明显 再加上肌肉呢 就特别好看 但如果你这跨小 再加上像这个 这个阳刚 长得跟史太龙似的 你说这个 这你说她美吗 她肌肉方面她美 但是呢 她又是女性选手 她丧失了女性选手 这种这种这种阴柔啊 这种多姿婀娜 这你把她取回家 你这是俩字准备啥呀 准备挨打嘛 天天的就 是不是 你再看人家女性 刚才说的女性 从了器官啊 跟男性有些不一样 人家该胸肌 也也得练胸大肌啊 对不对 是不是 没错了 人家该二头三头 也得斩起来 对吧 你再看这个裤子缩 对不对 哎 你裤子缩 我觉得就挺好啊 那什么 她这面容啊 化妆化的很女性化 但是大嘴唇的一弄 这简直看起来 她有点 所以呢 咱们的这个练健美呢 练健身呢 不能放弃 你看人家树啊 叫树坚强 你看人家树 这小伙子啊 就这样的人家 还能长得这么强壮 所以咱们不能放弃啊 不如会与你一会儿 现在我摆拥一下 好 我只会 这瓶子 我只会 刚才是 不能放弃 到了 我 你 混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